當局救市政策無效 10月中國樓市成交全面下滑 恆大龍光集團清算聽證會延至12月 若再失敗 恆大將被解體 與俄羅斯交好中共軍方向美國喊話 在臺灣問題上不手軟 官方表示 中國9月財票銷售近530億元 民眾吐槽賺錢太難 看得多 買得少 中國秋季廣交會訂單難產 山東裁撤合併多個派出所 民眾嘲諷 沒錢了 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快報 我是天心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30號 星期一 訂閱新唐人 瞭解最新要文 中國房地產的最新數據顯示 10月份 中國各縣城市的房屋成交量全面下滑 週一 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報告稱 調查監測的28個重點城市中 10月樓市成交面積同比跌18.94% 緩比跌5.7% 各縣城市成交同比 緩比都下滑 具體看來 一線城市成交面積緩比跌11.51% 上海跌幅最大達25.8% 同比上海則跌9.81% 北京跌36.9% 深圳跌19.2% 二線城市成交面積緩比跌1.75% 溫州跌幅最大為44.84% 同比跌15.62% 三四縣城市緩比跌7.59% 同比跌33.64% 8月中旬以來 中共推出一系列救市政策 例如 認房不認貸 下條首購房及二套房貸款利率等等 但依然深陷重重危機 正處於暴雷期 如果到了12月 恒大再不抓住一線生機 那麼就會面臨清盤 原本香港高等法院要在10月30日 審理由離岸投資者加盛環球提交的恒大清盤申請 但據港交所周一突然發布公告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表示 清算聽證會日期被推到了12月4日 只是最後一次延期的機會 恒大需要在此日期之前 提出具體的修訂後重組方案 否則會被清盤 周一當天受清盤成請 聆訊消息影響 恒大港股開盤後迅速下挫 早盤跌幅一度達22.88% 低至0.182港元 闖上市以來最低價 截至發稿 中國恒大現跌7.63% 保0.22港元 如果最終清盤令下達 負債大約3,270億美元的恒大 可能面臨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開發商清盤案 周一 一位恒大債券持有人對路透社悲觀表示 目前看不到恒大能提供更好的選擇 因此最終被清盤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債券持有人團體本月早些時候發布的新聞稿稱 清算可能會導致恒大失控瓦解 而中共監管部門不批准重組將是中國企業重組之路的終結 除了恒大之外 另一家房地產開發商龍光集團的清盤令 也被香港高等法院延後至12月4日 龍光集團總部位於深圳 去年宣布暫停支付利息並重組離岸債務 付無比境外美元優先票據到期的利息 包括37億美元的美元債券 債券持有人告訴路透社 龍光集團3月份表示 開始與境外債券人談判 希望寧議的重組條款能達成一致 然而這麼久以來 重組談判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自2021年債務危機爆發以來 香港法院已向中國房地產開發商 發出至少三項清盤令 當中包括中國百強、房企、家園、國際 中共軍隊的二把手今天在香山論壇的國際會議上 喊話美國 順便威脅了一把臺灣 引起臺灣方面的不滿回應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霞10月30日 在香山論壇上演講宣稱 臺灣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共軍隊絕不答應把臺灣從中共國分裂出去 絕不手軟 對此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達嚴正抗議 表示和平是兩岸唯一的選項 中共才是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的麻煩製造者 另有視頻顯示 在會議入場前 張又霞與俄羅斯房長邵一谷握手交好 在會議上 張又霞宣稱 發展中俄關係是符合歷史邏輯的戰略抉擇 而邵一谷則回應稱 俄方願與中方深化交流合作 然而有專家認為 習當局不敢爭與俄羅斯綁在一起 獨立時評人法律專家于平21日對大紀元分析 中國雙方有一致的目標 目前雙方都跟西方關係惡化的情況下 要抱團取暖 但是由於俄乌戰爭 如果正要把中國綁在一起的話 中國也會面臨西方的強烈制裁 所以習近平不敢爭綁上普京戰車 中國經濟復蘇無望 老百姓開始沉迷買彩票了嗎 10月30日 中共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 9月份 中國大陸共銷售彩票527.74億元 年增194.42億元 成長58.3% 其中 福利彩票機構銷售182.13億元 年增58.94億元 成長47.9% 體育彩票機構銷售345.61億元 較去年增加135.48億元 成長64.5% 官方解釋稱 彩票銷售量高的原因 是受亞運等重大賽事增多等影響 不過 中共一向數據造假 真實的銷量可能有所出入 今年以來 大陸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喜歡購買喜香縫 點石成金 好運十倍等福彩呱呱樂 題材頂呱呱呱彩票 另據2022年題材客戶研究報告顯示 18歲到27歲人群 已經占到題材購材者群體比例的38.1% 有網友表示 其實就是賺錢太難了 想搏一搏 錢不好賬 只好另辟蹊徑 希望透過買彩券來搏個大餡餅了 時事評論人士李林一認為 中國的青年人慢慢開始不相信當局 連無神論都開始不相信了 對當局來說 這是一場噩夢 聖誕節鄰近 在中國下單的外國訂單仍然不多 雖然今年中國廣交會 外國買家有所增加 但是很少有買家下單 廣交會歷來被視為中共對外經濟最重要的窗口和風向標 官方大力粉飾宣傳盛況 例如主辦方自稱本屆廣交會開幕以來 人數較上屆同比增長53.6% 但中共的數據歷來遭到質疑 例如今年春季的廣交會 雖然官方聲稱開幕首日 全天進場人次37萬 其中外國人6.7萬 但是從餐展攤位內部傳出來的視頻和留言顯示 情況與官方宣傳的不一樣 外國商家很少 滿屏都是中國人 週一 一名中國老闆對路透社透露 每個人都受到影響 因為電價漲了很多 而且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還在繼續 現在又有以色列 很多人感到很害怕 報導還提到 通常在歐洲開展大部分業務的10家出口商 今年的銷售額下降了10%至30% 近期 山東省多個縣市區的公安局 宣布臨近的基層派出所整合裁撤 10月22日 青島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在官微發布 青島市公安局市北分局 關於部分派出所優化整合的公告 公告稱 自次日起 將平安路派出所 杭州路派出所共9個派出所 並入另外9個相邻的派出所 此外 近期青島市公安局 黃島分局 維房市公安局 維城分局等也先後發布公告稱 正和轄區內派出所 8月30日 青島市公安局 黃島分局公告稱 自次日起撤銷 海岸警察支隊 林山島派出所 信陽派出所等 將他們的轄區 劃歸臨近的派出所 這個現象引發民眾熱議 有人諷刺到 已經惡化到養不起打手的地步了嗎 沒錢了 縮邊是大趨勢 好的 鎖定最新要文 請訂閱新唐人快報 別忘了留言和點讚 我們一起傳播真相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